星期六第三场选择了一个球 就是英雅人足总监八强回合 没有主客场 谁赢就谁晋级 当然,史云斯对曼城 其实大家都知道怎样选择了 就是说晋级就是曼城 但是这些晋级赔率都没得买的了 你说说让球 参猫赔率 两球两球半基本上都是规矩的了 其实来说曼城对很多球 都是让到这些盘口的 大家都可以参考到 一是两球,一是两球半 你说入球大小 三球三球半 普遍来说是2.5以上 没有2.5都没得给你选择了 这场球我们又看看马会 足智彩来说 其实也是3.5球起步 没有2.5那些是你选择的 是不是代表一定大呢? 我说两看而已 你说让球两球两球两球半 目前来说 我相信这些上盘也是 就是上盘下盘之间的 会想死你 带曼城那些球 你都知道 如果他有心要赢 或者是大嫂 其实来说 4.5球都湿湿碎了 那你说今场球 去什么盘口 或者是造就什么盘口 会开出什么呢? 这个我觉得都比较难估的了 怎样说呢? 毕竟是强的对碰 表面上强的对碰 表面上强的对碰 但是史云斯 也算是上过英超 其实也不是说没有对赛王绩 不过对赛王绩 也会吓到你了 其实来说 基本上都是一面倒的 但也不是说没有下盘 好像近两次说 半场2比0 5比0 但是来说有时候 也看到 也会有这些数字出来的 说的历史不是很久 只是说这两三季 也试过英联杯碰头 也同样是下盘 也试过英超来说 当然啦 英超这个可能 季尾波都已经决定封王 自然一比一 但你看 其实来说 我今场球对这些盘口 的兴趣不是很大 况且刚刚来说 曼城大胜了一场 在最近的欧冠赛事 踢到小虾0.4 没得打 之前来说 亦都输盘输到怕 所以那场球就清脆利落 上盘很早开了 这场球来说 其实我觉得 入球大小 让球这些 我觉得有点难玩的 我个人心思 会推介了个角球大小 中位数 选择个11.5这格 1.5倍 其实 这1.5倍 当然 都是比较取向稳妇 如果你们有兴趣玩职场投注 到时也可以说 看看会不会10.5这格 都去买 或者看着形势发展 但是 在推介上来说 初盘我会介绍 11.5中位数 1.5小的 为什么介绍这个角球小 给大家呢 其实来说 大家看到的 如果你说 曼城是可以清风送爽地赢球的 你看到最近两次对战 那些角球你就知道了 就是说一早赢了你 通常都不会变得多角的 事实上来说 你要史云斯在曼城身上 拿到多角球的机会 基本上都很低的 本身来说 这些球大家都可以看到的 曼城如果是九攻不入 去到尾段才能入到球 那些 那些就会有十几角出现 就算单边都可能做到十几角 但如果你说曼城是可以拿到纪录先 通常来说 各角球数字都不应该太大 当然 去对着车路士这些 阿仙奴这些 甚至乎比较强队 那些角球自然都不多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去踢足总盃这场 即使是对着一队 叫做非联赛球队也好 或者叫低组别也好 其实角球也是有限 所以来说 个人觉得 推介这个11.5角勢 信心都很大 希望来说 1.5倍 过到刚才的几关 其实都不错 今场推介国球大小 11.5这格 小的